嗨,傻了! 還未可以了 我叫五加二 因為我的真名稱為五加如 所以我五加二的花名就是有數大的花名 想起自己的花名是五加二的就這樣改 想起多些人 起碼容易記 改這個名字 最初都是柴娃娃的 慢慢畫越畫才想去想畫畫是甚麼 再去想甚麼是創作 再去想越想越跌 越畫畫的人越來越跌 發覺它不只是一個工作或謀生的工具 它是我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它令到我在時間裏我會思考到很多東西 又可以在畫畫的過程裏令我面對自己很多東西 我覺得一天裏你沒有甚麼機會可以做到這件事 除了你做創作才可以這樣畫畫才能理解到自己更加多 理解世界更加多 其實搬到來平州之後 我就少了想離開香港的念頭 因為平州這個空間這個地方 小城市的感覺很簡單 沒甚麼東西 沒甚麼人 這個小城市的感覺很像我以前旅居時的生活 都是這樣 我覺得其實在香港也可以生活到 這樣就留了一年 一直都很想有自己的工作 可以畫大幅的作品 即是有一個空間可以讓我做大幅的作品 其實我當時一直在想 一直在看密色的地方 最後我是密色到這個地方 進來這裡的空間的時候 我馬上有一個感覺就是 在這裡了 我不知為何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在這裡了 我就很快就做了決定 立即租租 我想兩三個星期就開了 我就開了這裡 那時是很窩的 那時有什麼情況呢 我只不過是把我手上有的畫 和一些可以賣到的照片放出來 就拿在我自己的作品畫 很少的裝飾 那時的工作室 其實是我最喜歡的狀態 因為它是令我回憶 我當時在街上擺檔的時候 那種心情 慢慢慢慢過好幾個月之後 現在都發展到現在的樣子 慢慢又添置一些東西 又有朋友加入 就是這個原因就想做了 其實那個原因就是 我想我做這麼多事情 都是為了想自己不要放棄 就是想自己不要放棄 就是想自己不要放棄 可以畫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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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過的 我十幾歲就開始工作 全面工作 我本身是做設計的 我想我真正全面來職的時候 已經在設計行業打滾了接近十年 其實我有一種做到很心灰意難的感覺 因為美其名是設計 但整個行業根本沒有空間 讓我去做我自己想做的 設計是美其名 但整個行業都沒有機會 讓我去試一下新的東西 想一些懶惰的想法 沒有啦 沒有機會給我 我越做的人就越… 越做的人就越客氣 你明白嗎 你越做的人就已經做了一件事 但中間是完全不能製作 又完全不能讓我玩一些新的東西 又完全不能讓我去試一下 一些可能市面上你未見過 但我又覺得很棒的東西 沒有這樣的空間給我做 我在這行業也十年了 我真的有點生氣 我只是想一輩子是這樣的 OK啦一輩子是這樣的 你是生活很穩陣的 但你是要不斷地妥協地 不斷地自己和自己說 是這樣的 做人是這樣的 你是做不到自己想做的事 長期處於一種很低迷 和很低的氣氛 我自己的心態是覺得你多少錢給我都不需要 我覺得其實設計… 設計這個標題 大家會覺得設計師很正 又穿得很有型 但是我覺得在香港 除非你是很有名 或者你是有背景 或者你是哪間名牌的大學 或者你是外國人 很簡單 你的設計不知為何 就有感覺一點 願意給你一些 如果你是自然的 如果你是自然的 然後是自然的畢業 然後是自然的出生 整個設計多漂亮都不會有老闆幫你 不知為何 我覺得很不公平 我就幸運一點 我做了很多年 起碼有些經驗 但剛剛新出來的人 可能被行業磨到 他根本沒有機會去做自己想做的風格 或者自己想做的事 你投身於這一行 做設計 做創作 你當然是喜歡創作才會做這一行 你不是想做整個行業的一個螺絲 去做一個機械人 別人叫你做甚麼 你跟著做甚麼 我意思是做設計 我意思是這個行業 首先在香港在香港 做了職業 全部都捱壞了他的身體 在這一行 全部捱壞了他的身體 全部 有癌症就有事 到最後做十多年 我覺得很慘 我又覺得在這一行看不到出頭 出頭並不是你有多前一個月的出頭 而是設計師心目中有一個夢 設計師心目中的夢 就是有一天能夠擁有自己的品牌 我想設計師心目中真的是這樣 想自己製造的東西是屬於自己的 是在表達自己的 在一個行業裏面都沒有空間 所以我唯有自己出來自己做 自己找空間給自己做 也不會的 也不會的 我又覺得有些 譬如說我也有認識一些 出來都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但可能真是幸運 其他人都會幸運 但是難的 是不容易的 要做到自己想做的事很難 這裏很少給你空間 你老闆 你老闆 又不是設計師出身 但由他去判斷你的設計 你的客人是需要你的美感 你的客人找你 是需要你這裏 他需要你的腦 去將一些漂亮的東西 給他看 但你做完作品之後 是由客人去判斷你漂亮不漂亮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才是那個有美感的人 但你不是判斷的人 你是由一個對美感沒有什麼概念的人去判斷你 所以為何好的設計 會被別人 好的設計 不會被人購買呢 或者一些新的想法 不會被人購買呢 因為最後承認和付錢的人 他的想法不是你的想法有多新 你的想法有多好 他的想法是 我做完這件事 我有沒有 value 有沒有錢 有沒有錢 快不快的 沒有說的 有時候有很多 idea 有很多理念 你是要浸 你是要時間 去等成果出來 或者有時候有些設計 說的 value 不是實實在在 金錢的 value 他說的 value 可能是令到一班人 或者一班人 感覺很良好 純粹是這樣的 就是 value 覺得很正 覺得感覺很正 純粹可能你做一個設計 其實就是這樣 但是大家會覺得 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很正 我覺得很享受 這些不是 value 我連繞得有錢 袋子 這些才是 value 在我心目中 不是的 在我心目中 開心的 value 是大個現兜兜 有一塊錢給你 因為你有錢 你還要拿錢去洗 洗完之後 你才得到快樂 但是快樂是你不花錢 就得到的 就有的了 快樂就是快樂 不需要任何的 support 但是錢 你洗了 換些東西回來 你才開心 有些食物放在這裡 吃了肚子真的好吃 你才開心 但開心就是開心 不需要任何的 support 開心就是開心 我今天 feel good 就是feel good 很不同的 mindset 所以為什麼我也是堅持 我喜歡做創作 因為我自己覺得大家 但是我心目中看 一些很重 value的東西 跟大眾看 很重 value的東西 我覺得是有不同的 我也不覺得 香港其實有很棒的 artist Local 有一些很棒的 artist 每個地方都有他很棒的 artist 但是那個香港的問題 其他地方我不是很熟 我不敢隨便說 他們那個 scene 好不好 但是我去感受的時候 我覺得最大的分別在哪裡 就是我去感受外面的 art scene 或者做create 大家喜歡做Stamart artist的 art scene artist 本身是很有自信心的 他對自己的作品 和對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 他拿著作品出來 他很 proud of自己 他會很自信地告訴我 對 我在做art scene 我是一個art artist 但是香港大部分的人 會說 我不是的 art scene 這個名字很大 我背不起 然後又 哎呀 我的東西很不碰 很內斂 很收斂 然後很 我稱這些叫做 我稱這些叫做什麼 就是 Humble 他們覺得自己這樣是很 Humble 哎呀 我不行的 我不行的 是啊 不要啦 我心想做什麼 你是可以的 你為什麼不肯定自己可以的 如果連你自己都覺得自己不可以的話 難怪香港沒有人覺得你可以的 你是不是我的意思 就是 我自己的心態就是 給你聰明的人一定大有人在 但是不等於你不聰明 你是不是我的意思 你如果真的很有心去做一件事 你很喜歡做一件事 然後你把那件事去做一個作品出來 其實那件事就已經很棒了 有沒有人喜歡 多少人喜歡 這個是其次 但是你很用心去做一個作品 那個作品你一定會找到觀眾的 你一定會找到觀眾的 只是多與少 有沒有人跟你產生共鳴這個問題 這些東西是其次 但是大家可能就是執著在一個位置 就是我要我的作品 Hit到多少人 或者我這個artist 和什麼牌子合作 和什麼勁人合作 我才是勁的 我覺得這件事很愚蠻 你自己不懂得分那件事 好與不好嗎 由 title 告訴你 好與不好 由 brand 告訴你 好與不好 由你的收入 告訴你 好與不好 你自己不懂得分 好與不好嗎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自己不懂得分的嗎 好與不好 好與不好 很個人 為何要用這麼死的東西去定 我和Adidas合作 我就是一個很厲害的artist 然後我不是和Adidas合作 我和旁邊的陳斯拉合作 我的作品就很便宜 我覺得有點膚淺 我的心態就是這樣想 我覺得喜歡不喜歡很過人 有些人是喜歡這些 有些人喜歡那些 我覺得這樣是美 我覺得這樣是醜 是我覺得的 但是大家的心態就是 好像有一個指標 而那個指標是要大家都確定 是那個指標 是這樣就這樣 不能動的 很糟糕 很糟糕 很悶 我覺得很悶 很悶 就開始找工作給自己做 然後我做完一個項目 我就找下一個項目 給自己做 我是很穩定的 是個個工作來的 我是很穩定的 一直在做事 一直在找些工作給自己做 我的生活是很穩定的 只不過我的收入是不穩定的 那 好像你剛才說 我可能選擇了這條路之後 真的不知道 將來 可能將來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告訴你 就算你是一個很穩定的生活 朝九晚五三 生活 然後你現在被你買了一層樓 然後你現在帶著很多錢 Whatever You name it 有些很梳立的事情 令到你覺得你的生活很穩定 但是你可以很肯定 你這些東西一輩子都會有嗎 你可以很肯定 這些東西是穩定一輩子嗎 你是否很穩定 那其實大家都不穩定 我現在我的生活 和你們 普羅大眾生 大家想著那種朝九晚五 有一份正常功 或者經濟上穩定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明天發生什麼事 我和你 什麼風格都好 大家都不知道明天發生什麼事 突然間所有東西都會沒有 所以我的看法 我並不覺得我的生活生活 是一點都不穩定 我的收入和生計不穩定 這個是真的 但我這個生活生活 並不等於不穩定 因為我這個生活生活 已經維持了五年 我這個生活生活 維持了五年 我一直沒有找到全面 一路不去過大家認為要過的生活 一定要怎樣的那些 五年了 我還沒死 我唯一最大的問題 可能是捱窮 但我要妥協的只是捱窮 但我得到的是心靈上滿足 我得到的是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我得到的是更多更正的東西 如果我不走這條路 我留在辦公室內 繼續消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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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但我情緒很不穩定 我每天都會發瘋 我每天都會很不開心 我每天都會在問自己 我究竟在做什麼 我每天都會問自己 我做這一堆事情究竟是為什麼 我不會穩定 我一點都不覺得那個拉薩萊的穩定 sorry 這個就是我的答案 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支持我們本地的藝人 即是本地還在生存著 尤其是是underground的藝人 因為他們是完全沒有任何支持 完全是自己來的 自己去想project 自己execute 自己去找資源 自己去sell 自己去找觀眾 然後自己performing 全部是one man man自己做 或者是身邊朋友 親朋友去幫忙 我又不是說在這個行業裡面很久 但我看到很多這些現象 我覺得很辛苦 做創作本身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你同一時間還要兼顧生活 還要去outreach你自己 然後那些觀眾 普羅大眾就繞一隻手 就說是呀是很難的 然後就enjoy那些音樂for free enjoy local artists for free 很不fair 即是你enjoy著一個creator 給你的音樂畫面 但是enjoy完 你就oh 完 然後你沒有想過這些作品背後 是付出了多少人力物力資源 你沒有想過一個musician在背後 練那個樂器練了多久 你都練了年才可以上台 表演一首三分鐘的歌給你 然後你一元也不給他 是不是這樣 你是不是要這樣做 你是不是要這樣去 我不明白的就是 為什麼artist不可以趕錢呢 artist不需要吃飯嗎 artist不需要交租嗎 artist不可以享受嗎 artist不可以享受嗎 我不明白 我也是人來的 我有血有用的人 我也是人你也是人 為什麼我選擇做這件事之後 我連一些基本的生活都不可以有呢 而我又要覺得理所當然 然後我做完一個作品出來之後 大家看完之後 我很開心回家 我覺得 之所以為什麼香港是文化沙漠 除了artist做得很辛苦之外 觀眾都覺得藝術這件事好像 要不就是遙不可及 要不就是應該是for free的 我不想給錢買音樂聽首歌 我不想 因為上網聽都是free 那樣 啊 福華為何這麼貴的 好像那些東西不值錢 那樣 我覺得 要reeducate這件事 我覺得很重要 在這個場上 我想說 這些東西是很正的 全都是我們香港人做的 不是日本職人 不是台灣什麼什麼 不是歐洲什麼什麼 是我們香港本地的artist 用很多年的時間浸出來 去做這些作品給你的 like都沒有句like的 多謝又沒有句多謝的 怎樣不買都很正常的了 沒有supporting都正常 提示都沒有都好像很正常 like都沒有句like的 讚都沒有句的 好像我們自己找苦來生 那樣 我覺得 對 就是 現在這個時勢 不停說本土本土 不停說我們香港要有自己的東西 香港人要產回香港人 又說什麼香港真的很美 我講的而已 只有我講字而已 然後在香港做 就是香港我想在香港過一個 一個不一樣的lifestyle 是沒有空間給我做的 我不是直接說我 這些責任很多的 香港人 但是他們可能要做著 deliver wu wu 去做自己的創作 要炒一下散 之後才可以跳一下舞 要做其他東西之後才可以畫一下東西 我覺得 對 你也有責任的 香港是你也有份的 你也是住在這裡 你想這個地方是怎樣 你想這個地方將來有些什麼 你也要出一分力 如果你不肯出一分力 你真的要用錢去support 大家都在生活 大家都要財務 大家都要交租 你不去support我 我不去support你 那些東西就沒有了 不就糟糕 就這樣簡單 道理就是這樣來的 是嗎 其實這個地方是很實驗性的地方 因為我發覺香港很多 提供很多店舖 或者business 其實提供很多東西給你選擇 就是茶餐廳 很多菜單 你進去後會令你很忙 很多entertaining 很多刺激給你 即是你同行擴張 真的很忙 即是supermarket 有很多東西看 你進去又試這件事 即是五花八門 是令你不斷做選擇 但我突然覺得 其實這樣是不是真的好呢 即是那一刻你享受娛樂 當你享受娛樂之後 你好像將你那一刻的精力放了 就算了 當我想我要做一個我自己的business 的時候 我很想把這個問題丟出去 給別人去想 即是 是否一間店舖 如果你進來 我希望你放下你想要的東西 或者放下 或者不要再去想 我們這裡提供了什麼給你 而是可能你坐在這裡 安靜地坐一坐 安靜地坐下 沉思一下 看看東西 就是一個這樣的狀態 因為其實你離開了這裡之後 你沒有什麼機會去給這個 沒有什麼機會去給一個狀態 是完全沒有人騷擾你 然後沒有人要你做任何事情 你只處於一個獨處 和自己面對自己的狀態底下 其實很容易你就會慢慢發掘到你自己 簡單如你突然間 你很容易慢慢就會知道 有些東西你收起來了 你就會那一刻出來 有些你一直沒有意義的情緒 想法 那一刻就會出來 我是想提供一個這樣的空間給別人 去可以有這樣的機會去面對一下你自己 所以我在這裡 我很想大家試一下去找這種感覺 是很空泛的 那也可以的 你要不消費 我也… 來臨婆的 打開門你要不消費 當然非常歡迎你消費 你真的找不到東西買 你提供一下 如果你真的進來 你真的覺得這裡正 你覺得這裡是有存在的價值 那你給我一個價值 你不就當是 啞了這裡幾分鐘 你價值這幾分鐘 令到這個地方可以繼續維持 就是這樣 Hello 大家好 我是吳嘉義 我是一個很喜歡畫畫的香港人 你的滿心 有些人 你會來自我 跟你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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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也是那種想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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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 тоже вниз下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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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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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ela wanna 啊 啊 啊 塞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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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